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张佩芝 今天全美国上下庆祝美国235岁的生日 1775年由乔治华盛顿领导的美国独立战争全面展开 1776年7月4号 13个殖民地在大陆会议上通过汤马斯·杰弗逊主要起草的独立宣言 美利坚合众国就此诞生 从华盛顿到杰弗逊美国建国元勋的想法和做法有什么特殊之处 美国的立国精神和政治体制对过去200多年的世界历史有何影响呢 在美国独立纪念日这个节日当天 我们请独立评论人士自由作家对美国历史有深入了解的龚小夏女士 和我们分析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对世界的影响 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讨论 向来宾提出问题或发表您的看法 美国之音提供的免费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另外你也可以发电子邮件来参加讨论 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US新闻at gmail.com 美国尽管它的历史不如中国埃及等文明古国悠久 但是它却有着最完善的社会制度最先进的 好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来看看对这个今天话题的背景介绍 好那个由于我们现在这个大概是录像带有点问题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 那么龚小夏女士我们知道1776年7月4号独立宣言通过 那么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独立宣言通过 当时的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起草和通过的呢 当时情况已经是这样 就是英国的军队在马萨朱塞州 已经跟当时的美国就是民间的武装 发生了非常大的冲突 英国已经军事占领了波士顿 那么13个殖民地各自派出了代表 在费城召开大陆会议 这个大陆会议这个字是沿着以前意下来的呢 所以它那个这个字Congress Continental Congress 它有这个会议的意思 也有国会的意思 所以它这些代表会议 大陆13个殖民地的代表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呢 50多个代表就讨论说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当时像马萨朱塞州 马萨朱塞最早的独立这个要求啊 是马萨朱塞提出来的 其他州还没有符合 反对最厉害的应该是纽约州 和这个当时南卡罗莱纳州 这两个州的那些 就是说跟英国有很深的贸易关系 当时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代表 叫蒂肯森也反对得非常厉害 但是后来呢逐渐在开会 因为开了几个月会嘛 这个过程中呢 马萨朱塞的战事发展越来越厉害 然后呢 弗吉尼亚州 弗吉尼亚当时是美国最重要的州 有些是华盛顿杰弗逊 他们都在的那个州 那么当时华盛顿的杰弗逊 是在这个会议上的 宾夕法尼亚在的是 我们中国人很知道的 有这个本杰明·富兰克林 和这个蒂肯森 然后像这个麻省来的呢 是有这个约翰·亚当斯 就是美国第二任总统 和他的那个堂弟 应该是塞姆尔·亚当斯 就是当时是波士顿的 反这个英国武装力量的领导人 所以当时他们聚在一起 就讨论说我们是不是要独立 最后其实在起草独立宣言的时候啊 独立的决议才没通过的 大家说那么我们该怎么做法呢 然后当时是我记得是亚当斯说 说既然我们独立是议程中的一个 那我们先起草一个宣言 看看那个大家是不是要通过吧 所以当时他们弄了一个 五个人的委员会去起草宣言 其中五个人就有这个亚当斯·杰弗逊 和这个富兰克林三个 中国人很知道的美国的国父 所以他们花了一段时间 来起草这个宣言 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常常人说 这个起草者主要呢是 汤马斯·杰弗逊 这个杰弗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杰弗逊当年33岁 他是个律师 他是威廉玛丽学院毕业的律师 杰弗逊这个人很有意思 他是他在法国待过一段时间 他也很喜欢法国 他非常崇尚法国当时启蒙主义思潮的 那些代表人物像卢梭呀 像他对福尔泰是有一些批评的 但他非常喜欢卢梭 然后他对法国的整个文化也很有研究 是不是 当时杰弗逊 就是不光杰弗逊 美国的国父里头 他们除了对欧洲启蒙主义思想很有兴趣之外 他们对古罗马是特别有兴趣的 像杰弗逊他们这些人出口成章都是可以背希塞罗 拉丁文都非常好 那么这很有意思 对于美国建国很重要就是什么呢 古罗马是共和制 共和制在他们心目中是理想 在古罗马之后呢 就再没有过成功的共和制了 欧洲有小的共和国 但是都不怎么成功 所以成功的共和制度 在他们心目中都是古罗马 不光是政治制度 还有法律制度 那么这里很多人是律师出身 亚当斯是律师 杰弗逊是律师 他们对古罗马的法律制度和共和制度 是很有心得的 所以这个对他们影响很大 好 谢谢龚小夏女士 那我们刚才就是对这个话题的背景介绍 我们现在这个录像再准备好了 我们现在来看看 这个关于今天的这个话题的背景介绍 美国 尽管它的历史不如中国 埃及等文明古国悠久 但是它却有着最完善的社会制度 最先进的科技水平 影响最巨大的经济发展 最顶尖的军事水平 它是当之无愧的超级大国 然而美国精神到底包含哪些内容 美国开国元勋在1776年7月4日 签署独立宣言 被马克思称为第一个人权宣言 随后1787年制定的美国宪法规定 国会可以弹劾总统 为了保障公民自由和限制政府的权利 美国采用三权分立 清楚地把行政 司法 立法分开 互相制衡 1791年 美国宪法的人权法案 保障美国人民信仰 出版 集会 示威自由 1863年 美国总统林肯发表 《解放黑奴宣言》 废除奴隶制度 美国的女性和黑人 分别在1920年和1965年获得投票权 非洲裔美国人社会地位获得提升 每年全世界有30万人成为美国公民 美国梦的核心就是人民可以通过努力 实现自己的梦想 获得成功 美国之所以能够值全球科技创新之牛耳 首先要归功于其强大的政策支持 美国高度重视教育 自由 鼓励创造的学风 以及大量外国人才的引进 美国科研经费投入充足 科研资金和组织渠道多样化 美国精神如何带领美国走向世界强国之路 奥巴马时代的美国精神 是否蕴含了新的含义 美国精神究竟能够带领美国走向何方 我们一起来探讨 好 谢谢 那么龚小夏女士 我们刚才要继续在谈论这个关于独立宣言的事情 等一下关于这个其他的这种权力 黑奴一直到黑人 然后后来一直到这个后来妇女权力 等一下我们可以再做进行讨论 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签署独立宣言的是56个人 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之下 其实在这上面签署的话 如果被抓到 被英国人抓到 他等于是叛国可能是要被处死的 这些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这是美国真是很了不起的一批人 但是很有意思就是说 说到处死这个事情 就在大陆会议开会的中间 英国国王发表了一个 签署了一个命令 就是说谁要是那个叛乱参加这些活动的话 都要被吊死 所以当时那个大家一看说吊死 当时他们开会的人还挺好玩 就是富兰克林一看看 说我们要不就是现在 我们要不就是被绑着一块 英文也是一个字是hang 要不就是分别被绑着 所以英文就说是we hang together or we hang separately 就是说所以当时很有意思 还有像马萨诸塞 他们有一个有两个 一个很两个人 不是参与会也是参加这个活动 参加造反 一个很胖一个很瘦 那个胖人就跟那瘦人说 哎呀我比你运气要吊死的话死得快 所以他们这些人是很有幽默感的一批人 应该先说 但是这些人是非常非常有一种 这种就是说执着精神 美国是很有意思的国家 来到美国的人吧 很多就是抛弃了本国到美国来建立一个新的世界 所以他们对这个国家 对这块土地 对能够在这块土地上获得的自由 是有一种特别的奉献 一种感情 一种特别深的这种奉献 对个人奉献精神的 所以当时签署独立宣这批国父吧 确实是怀着这种精神去的 尽管里头有相当一批人并不同意独立 但是他们对自由精神是很抱有这个 这种执着的追求的 比如说像这个宾夕法尼亚州的这个蒂肯森 现在蒂肯森学院就是以他命名的 那么他当时是坚决反对独立 他说先生们你们想 如果独立的话 我们的人非常弱 引来英国那么多暴力杀死我们的人 我们要负责任的我不忍心 但是一旦到这个大家举手通过了独立的时候 他也举手通过了独立 因为是经过很长时间 但是开始他反对 那么他马上参加了美国军队去作战 所以这非常了不起 所以这个可以说在这个建国之初 对于是否要独立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好像都已经认为是理所当然 可是事实上他们是经过一番挣扎 主张独立的人在最开始是少数 包括连华盛顿最开始的弗吉尼亚州 也说我们是不是还等一等先不要独立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 而且马萨诸塞的战争事态的发展 然后最后是到还没有到独立 就他们是这样的 还没有投票独立的时候 大家就先说我们要做好准备 那么他们就已经授权将华盛顿任命为 这个殖民地军队的手里 对那么就是讲到这个独立宣言 我们知道最著名的句子大概就是宣言中说到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人人生而平等 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 其中包括生命权 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那么独立宣言的这个起草者 做出这样的声明是什么样的原因 您是怎么看这些用字的 这里用字很有意思 有一点点小历史大家会有兴趣 就是一开始是我们中国人都知道 我们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 人人生而平等 最早当杰弗逊直笔写这句话的时候 他写下的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神圣而不可剥夺的 就是人人生而平等 当时富兰克林拿过来一看说 神圣而不可剥夺不好 我们改成不言而喻吧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杰弗逊是有一定相当宗教信仰的人 他相信这种人的自然权利 是上帝赋予的权利 所以他这么写下这句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话 就带有一点那种意味 虽然美国不是一个宗教立国的国家 但是富兰克林是个科学家 我们都知道他放风筝那个试验店的那个故事是不是 他的好朋友是英国的哲学家大卫休默 那么他们是主张实证论 休默是哲学史上最有名的实证论者 那么他主张emperialism就是实证主义 那么就什么都要证明才行 那么富兰克林的意思就是说 不言而喻的就是 他们已经被证明过无数次 我们不用再证明了 所以英文是self evidence 不证自明的 也就是不言而喻的 好 谢谢龚小夏女士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张佩芝 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是 美国的诞生对世界的影响 独立评论人士 自由作家龚小夏博士 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 现在请您拿起电话 拨打美国之音提供的免付费电话 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言论自由不可剥夺的权利 时事大家谈唱所预言的平台 有他们专属那些人吗 请问你站不站 我们这个必须是 开这个新疆和西藏 内蒙古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我可以这个自制 请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 400-120-0551 发出您的声音 好 另外你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 参加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电邮信箱地址是 US新闻at gmail.com 美国之音为您提供 七档电视与广播同时播出的同步节目 从关注热点和争议性的新闻事件 到全方位的体验美国人文风情 让你掌握最详实客观的时事和娱乐信息 每周一到周日 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 锁定美国之音电视节目 好 我们开始接听听众和观众朋友的电话 天津李先生你好 天津李先生请说 李先生请说 我看看美国的要求 你此刻中国的不一样 中国做的是人意道德 是人意道德 美国做的是抢夺女德或发战 好 谢谢您李先生您的电话 我们来接听一下吉林鱼先生的电话 吉林鱼先生你好 吉林鱼先生请说 吉林鱼先生 好 你好 请说 美国的民主啊 人权啊 在这方面来讲 恐怕不光是我们中国 就是说是这个 在世界上来讲 你可能美国在这个都给立了个标杆 立了榜样 那么美国他在他国内 那么民主 在世界上我们认为吧 他就不是民主 就不人权了 因为时间有限呢 我就简单的说 你这个希望嘉宾给解答一下 那么伊拉克 伊拉克你美国说 伊拉克有核武器啊 就说人家发达五独裁 那么独裁也不至于说 你就把伊拉克打成现在这么个程度 完了的话 伊拉克没有这个战争之前的话 没有现在的人体这个炸弹 今天爆炸明天爆炸 把伊拉克整到现在的话 这个美国现在都受不了党 好 谢谢林鱼先生 我们了解您的意思 好 我们了解您的意思了 等下我们再请嘉宾做回答 台北陈先生你好 大家好 首先热烈的祝福美帝金和中国生日快乐 实际上美国从19世纪末美西战争之后 逐渐强大 可以说20世纪内成为世界重要的领导者 甚至20大战之后 正式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在这个过程中 美国的硬实力跟软实力 可以说是大家所非常听到的 而且美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就是民主跟人情 还有摧毁极权 邪恶集团 像纳粹法西斯 还有共产主义集团 妄图 那个称霸世界 都是在美国的领导之下 所彻底的粉碎 然后美国的那个软实力 摇滚乐 麦当劳 迪士尼 都是全世界共同的语言 所以说美国可以说是 真的要有个世界老大的话 还是美国来当好 最符合世界的第一异 好 谢谢您 陈先生 我们要请您一次 好 我们来接听一下云南马先生的电话 云南马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祝美国 国庆快乐 美国的政治支柱 在今天来说应该是 确实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包括中共的高官 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 声称绝不搞西方那一套 但是他们却悄悄把自己的子女 送到美国等西方国家 包括未来的那个中共总书记 都把女儿送到哈佛大学去了 他其实可以说是 他其实对中国并没有什么信心 起码对中国的教育没有什么信心 我认为是这样 美国今天应该是用自己的能力 推动世界的民主 当前最重要的是 应该是触动中国的民主进程 谢谢 好 谢谢您 马先生 我们再来接听一下 加拿大的李女士的电话 加拿大李女士你好 你好 我想请教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国民党当初是搞独裁制度 为什么美国会支持 而共产党当初是要民主的口号 推翻国民党 为什么美国没有支持 而第二个问题就是 美国军有没有监督机构的电话 还有这个节目的别的主持人还在不在 好 谢谢 好 谢谢您李女士您的电话 那么关于这个节目呢 我们还是有其他的节目的主持人 在礼拜三的时候 我们还有其他主持人来主持这个节目 好 那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些 其他的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一些问题 就是说好像大家对于美国的这个形象 每一个人都有非常不同的看法 您听了这些有什么感想 就很有意思就是 我要先说一下 就民主国家有一个特点 就是你要生活在民主国家 或者你生活在之外 听到有关民主国家的消息 一定是坏消息比好消息多 好消息大家没什么抱头 新闻界全找坏消息 比如伊拉克 你在萨达姆的时候 尽管美国去发现那么多个万人坑 那个独裁政权杀了这么多人 我们什么时候能听到有多少 对那个国家 来自那个国家的不好的消息 非常少 在中国我们也经历过文革的时候 我记得很有意思一个例子 就是1961年 西方接到一个报告 来自香港难民的报告 说我们中国大逼饿死人了 结果当时美国国务院 将这个报告就拿去给一批懂中国问题 所谓中国问题专家分析 他们分析完说中国不可能有饥荒 为什么不可能有饥荒呢 因为中国政府在继续出口粮食 他说一个处在饥荒的国家 怎么可能出口粮食 所以就是在中国 当时是六亿五千万人口 处在饿死的边缘的时候 我们仍然听不到坏消息 一个国家民主了 一个国家开放了 你听到的坏消息一定是非常多的 可是当你看伊拉克的时候 你看到伊拉克那些妇女 手上举着那个紫色的手指头 他们投过票的时候 我是非常激动的 那我知道这个民主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民主其实 其实民主连吃饭问题的解决不了 民主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人权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做你那个政府 不能随便过来把我杀掉 不能随便过来把我抓起来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根本的事情 所以我想就是在中国 有时候我会听到 就中国政府也好 中国的一些人来跟我说 说这个民主有什么好处 你们还有很多穷人 那个贫富差距什么 我说这不是一回事 中国现在政府也在说 我们人权什么 人权最基本是生存权 不是 生存是每个人生存下来 就是说你不得剥夺我的生命权 这是美国立国原则 但是你也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养你 这是你的自由权 因为一个人的生命 如何去生活 那是你的自由 那至于说到当年中国 为什么支持蒋介石 不支持这个共产党 因为共产党要民主呢 就在对美国为什么支持呢 我要引用当年大右派楚安平的一句话 楚安平说的很有意思 他就在共产党来之前 他说哎呀 我现在知道了 国民党在的时候 自由是多少的问题 共产党来了以后 自由是有无的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根本的区别 美国不完美 那么这世界上多数政权 也不是民主政权 但是当两个政权在冲突 当两种力量在冲突的时候 也就是说 你必须做一点取舍的时候 你是取舍多少呢 还是取舍有无呢 我想每一个中国人 如果你静下来想想 我们都会取舍这个多少 而不是有无 因为多少是能改变的 有无是很难改变的呀 好 好